阿輝哥恭喜了 終於都做到冠軍年馬師 可不可以和大家講一下現在嗎 是的 一直都很幸運的心情 到最後兩場賽事就比較明朗 現在排完第六場都確實了 當然很高興 其實上場沙田賽事之後 都領先了幾場 有沒有整個都想著或者睡不著 一直都很平常的心 因為我們在這個行業公內 輸輸贏人頭太多了 不過上次沙田跑完之後 就帶來了幾場就夠為定些 今晚剛才高登尼追一場那裡 有沒有些不定 沒有所謂的 真的不是這樣 很多時候馬跑過才知道 輸輸贏人跑過才知道 贏過頭輸過頭很簡單 其實之前都試過有一段時間 是大幅領先 跟著就高登尼又贏三場 呂建威又贏四場 都追得你很貼 近這一個多兩個月 心情會起伏大嗎 沒有心情我一向都比較平穩 不過就較為很刺激 很少看到一季裏面有三個年馬師 但是成績這麼近 在爭 今季都很早帶頭 什麼時候開始知道 覺得可以爭一下冠軍連馬師 都是近兩個多三個月 那你就1995年就開始做連馬師 又訓練過馬王 又在海外贏過大賽 今次做這個冠軍連馬師 有什麼特別意義呢 和之前那些贏大賽 你覺得 另外一個狀況來的 那些開國人大賽 那些馬 現在我贏到今季冠軍 整體來說馬房的效益 對我個人來說 整個連馬生涯裡面的一個最高峰點 其實今季就成為連馬師 冠軍連馬師 馬房有沒有說 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而令你成為這個連馬師的秘訣 冠軍連馬師 由一開始季初九月 那些馬都沒有什麼傷病 一直都走得很順 那一般士氣 一路走來到貴中 那些巨蜜馬房 那邊各個人做事 那些士氣都很高漲 今年我兒子做我副練 變成有些事情都跟貼了 有些新的元素 有些操練 有些新的建議提升了下去 變成相對成績方面好了 那你剛才說成績過好 那姚浩峰今季的表現 你對他有什麼評價呢 都一路進步中 還欠一些經驗 不過整體來說 是做得好 可以 假以時日都可以多一面 那你除了贏馬之外 其實你自己本人有什麼心願 有什麼獎項贏 或者對姚浩峰有什麼期望 特別願望 沒有什麼特別願望 都是希望盡量每一隻馬交代 所以你說 以我兒子來說 我希望他 假以時日都能夠 或者今年後 能夠多一面 拿到牌子做 聲證做電話師 多謝你 恭喜你 謝謝 謝謝